我们打球的时候用不用刻意的去内旋法力 这个内旋法力呢 它是因为是这样 你握牌的时候 对在侧面 你看这个牌子是排框从前的 我们在打球的时候 为了几号球呢 肯定要专正 必须要专正 对不对 这样没法打球 所以说整场是这样 是实际上法力 如果你架牌这个手板 如果是展开的话 这样摆出来的话 这样打也是可以的 如果是这样打球的话 要转出来 对不对 如果架牌手板就摆出来了 展开以后 这也打可以 所以打球不是说是 扁搭是主要的 扁搭是最重要的法力 你说这个内旋这一下 锦上添滑 有短号 这与你握牌 手的这个架牌有关系 如果你看我这样打球 转了来是这样 这必须是内旋 不内旋成了砍的 对不对 必须要转这 明白吧 但是如果一开始架成这样 我指甲往后移 指甲打也可以 也不是不行 有比美有好 但是不要刻意地去追求